神赐福并圣化安息欲 创世纪第二章一子三节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写了他一切的功 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域 因为在这日神写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神做创造工作直至第六天 他完成所有的工作后 在第七天安息 他安息因为他做完了他希望做的每件事情 所以他赐福和圣化这天 当白天的工作全部完成后 夜晚我们也安静地休息 同样神在创造整个宇宙和人类之后 安息 因为他实现了自己所有的计划 神创造了所有的东西 直至第六天 他在第七天安息 有些人根据进化论者对地层的解释 辅定神在六天里创造天地 但根据神的时间 这六天不同于人类根据地球自占而得出的六天 我们彼此死终从神的观点解释圣经的道 神果真在第七天完成所有的工作 然后安息吗 是的 我们的神通过耶稣基督 在他的计划里完成所有的工作 神还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了我们的拯救 当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安息了 这意味着他在他的计划里完成了一切工作 因此 守安息日在圣经上的概念是因为我们心里相信主 抵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实现了我们的拯救 而享受安息 我们心里要享受安息 我们必须首先做到心里无罪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应该相信耶稣基督 已经借着死和圣灵的福音 抵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换句话说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受洗 我们心里所有的罪孽都涨嫁到他身上 他在十字架上死亡 担当了我们罪孽的惩罚 安息指我们的心灵被圣化 领受神的赐福 以及发现和平的状况 圣经通过有形世界的事物 显明神守灵的范畴 因此 只有从肉体的观点看 今天的经文不能理解 换句话说 从肉体的角度解释圣经 肯定给我们带来毁灭 圣经说 因为那字句叫人死 圣灵是叫人活 哥林多后收第三章第六节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 如果有人只从字质上解释圣经 则他必定在灵性上死亡 例如 在创世纪第一章 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 告诉他们统治宇宙 及宇宙中的一切 但当我们回到 以弗所书第五章 二十二字三十二节 我们能看出 这次神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 拯救众人的应识 所以 如果我们只从肉体的观点 解释以弗所书这段经文 我们不会感到困惑吗 对于犹太人来说 安息玉从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 如果母人从字质上守安息玉为圣 那么他在这些时候 必施什么活也不能做 然而耶稣却在安息玉治病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公然谴责耶稣 说 你称自己是神的儿子 那么你怎么能破坏安息玉呢 对此耶稣回答说 安息玉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玉设立的 他还说 所以 人子也是安息玉的主 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八节 话之话说 当我们比较旧约和新约 我们得福不是靠信守母线玉子 只因为母人在主玉不做事 并不意味着他信守安息玉 当圣经说 神赐福给第七玉定为圣玉 因为在这玉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玉 这意味着由于神赐给我们拯救的福气 我们现在能在心里找到安息玉 他告诉我们 神云使我们罪孽得赦 已经赐给我们真正的安息玉 神血利安息玉的真正意图 是吩咐我们信仰主已经借着死和圣灵的福音 陀磨我们所有罪孽的真理 他已经把真安息带给他的信徒 但问题是 即使今天律法主义者 仍然坚持安息玉具体的日子与使令 努力在这些时刻守安息玉 甚至不买卖任何东西 所以主严厉的责备他们说 你们这瞎眼领露的 蒙虫你们就绿出来 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马太福音23章24节 当新教最粗引入朝鲜时 受到美国长老派教会全教士的重大影响 他们在平壤 当时北朝鲜最大的城市 建造和开办一所神学院 培养了很多牧师 这些人冒着生命的危险 完全照着律法守主义 所以当朝鲜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时 这些日本统治者为了破坏朝鲜的基督教 丑心积虑的强迫基督徒在主义工作 参加神道教 结果使得朝鲜基督徒在这可怕的时刻 因为拒绝这么做矮事难 1945年,朝鲜解放,教会陷入了泥潭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参加与没有参加神道教的牧师争乱不休 有些人想根据那些至不参加神道教的圣教师信仰 重建教堂,捍卫他们的信仰 这些人被称为重建者的至极 从日本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后 由于强权郡治,朝鲜结果被分裂成两个单独的国家 形成两个彼此强烈反对的独立政府 即北朝鲜和南朝鲜 1950年终于爆发了朝鲜战争 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在战争早期,北朝鲜的军队占领南朝鲜大部分领土 他们在走日召集群众,迫使他们清理街道 据说有位叫做赫达尔拜的基督徒拒绝服从命令 坚持在安息域不工作,结果被射杀 后来朝鲜的基督徒称赞在年轻25岁时迅纳 守安息域为圣的信仰 他的教派贼认他为直事 如果仍按确切的日子和时令守安息域 谁能真正完全守为圣呢? 谁能在安息域真正不做任何工作 不犯任何罪,整天守住心灵和身体为圣呢? 不能,确实不可能 神告诉我们,那样守安息域为圣了吗? 没有,安息域的真正意思是 召唤我们相信神已经赦免了我们全部的罪孽 神在创造天地之前 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计划了一切 因为神已经计划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孽 祂实际上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了这个计划 在神的眼里,每个人的罪孽已经消失了 知道和信仰这点,领受罪孽得赦 在我们心里保持这种信仰 这正是神告诉我们守安息域的意思 但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完全误解了这一点 所以,他们努力照着自治守安息域为圣 他们有些人坚持认为必失照着自治守安息域 说,我们应该上三,更重我们自己的田地 只有当我们更做自己的田地时 我们才能完全守住安息域 如果我们为别人干活 我们怎能守住安息域呢? 神还告诉我们不可偷盗 但我们如何守住这条诫命呢? 如果我们的生活与这个罪恶的社会隔绝 我们就能避免偷盗 也能守安息域为圣 实际上,有一个从基督复灵安息域会派 生出来的组织上三 在那里建造一个普通的家庭 靠着农场勉强为圣 但当我们听见那些离开最教派的人们 所做的见证 他们说,一切都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没有人能真正守安息域 其实立法主义者自己也不能守安息域 他们努力守安息域 只是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加优越和自豪罢了 如果有人这样误解了圣经 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灵性上无拘 必将导致死亡 耶稣复灵会 称安息域从周六遇落到周遇遇落 他们指责其他遵守主日的基督徒为作恶者 实际上,周五下午三时 耶稣被钉死 安息域开死后不久 信守安息域的门头说 必是立即把耶稣的尸体抬下来 摆放在他的坟墓里 安息域第一天过后的黎明 耶稣与死亡做斗争 并从死亡中复活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 所以我们称这天为走遇 纪念他的复活 这为我们休息的日子 我们必是牢记和遵守走遇 因为这是走 陀膜我们所有罪孽 战胜罪孽 也是教会诞生的日子 使徒行战第二章第一节 如果你们偶尔 日见耶稣复灵乱者 你们应该向他们解释这一点 当我们阅读旧约 使徒经文说 如果我们守安息域 神便赐福我们 但当我们阅读新约 我们可以看出 耶稣自己也在安息域工作 主哈说 安息域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域设立的 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七节 我们从罪孽中得赦 就是享受真正的安息 安息域守灵的意思 就是从神那里领受罪孽得赦 成为神的子女 获得祂的赐福 引信赞美祂的荣耀 因此 每个教派试头从自治上 守安息域的教义 全部都是错误的 在这教派中 强调安息域法规的教派 有耶稣赴灵会 长老教会 圣教会 以及庆幸会教会 在这些教派中 原形独死基督赴灵安息域会 即使现在 信徒人努力完全照着自治 信守安息域 因此他们大多死个体经营者 不太为别人工作 因为他们必是在周六工作 有一段时间 我加盟了韩国长老会的 高历神学大学院支派 这个教会强调 安律法主义方式 守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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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 不要在主欲做任何事情 我的信头朋友们 你们必是记得安息欲守灵的意思 每个信神的人必是守守灵的安息欲 有一天真安息会来到你我的心里吗? 会的,确实有这样一天 虽然我们或是不能确切地牢记哪一月哪一天 但仍有一天我们领受了罪孽得赦 圣经哪段经文完全驮抹了你们的罪孽呢? 耶稣熟悉时,我们所有的罪孽都被涨价到他身上了吗? 发现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理 我忍受了多少痛苦和艰难啊 我上神学院时,没有人教过我水和圣灵的真理 无论我多么经常地向教授询问这个问题 那时我心里有罪 一天,我参加一次信仰复兴会议 我请一位弟兄为我解释水和圣灵的福音 他根治自己的理解解释福音 他从历位纪开始解释献祭制度 然后回到马太福音第三章 他让我阅读描写耶稣洗礼的文章 所以,当阅读那段经文时 就在那一刻,我所有的问题都立即得到了回答 我亲眼看到旧约和新约如何联系在一起 于是我告诉他,走够了 你现在可以停止了 我最终认识到无比渴望的真理 阅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自十七节时 我理解了洗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心里领受了罪孽得赦 那一时刻,我心里产生了极大的和平与安息 从此以后,我完全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更加努力传播这福音 当我把福音全部给他人时 我明确地指出他们心里的罪孽 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孽 我向他们解释耶稣洗礼的意思 因为每个人只有借着洗和圣灵的福音 日见主时,才能找到真正的和平 虽然那些认为只信十字架上的学 就能够变得无罪的人 也承认跟随主 但他们不得安息 也不结果实 他们不能从主那里 而只能从他们自己教派的教义里找到安息 他们说,只靠十字架上的学 已经领受罪孽得赦 但除了耶稣受洗担当这些罪孽 他们的罪孽怎能消失呢 因为耶稣借他的洗礼 担当了所有的罪孽 现在无罪 只信十字架上的学 怎能做到无罪呢 如果从圣经里删除耶稣的洗礼 我们就不能理解圣经 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 不理解耶稣的洗礼 我们就不理解圣经 我们也不能领受罪孽得赦 有位姐妹告诉我 她的丈夫自称无罪 甚至不知道耶稣的洗礼 这位姐妹认为这是非常奇怪的观点 于是问她的丈夫 亲爱的,你果真无罪吗? 是的,我无罪 但这怎么可能呢? 耶稣在十字架上斩架了我的罪孽 我怎么还有罪呢? 于是,那位姐妹问 那么,如果你明天犯罪,如何呢? 你仍然无罪吗? 最后,她丈夫说 好吧,宝贝 实际上我仍然有罪 于是,妻子告诉她丈夫 由于耶稣的洗礼 及其在十字架上的学 所成就的洗和圣灵的真理 这时,丈夫掌心置自地听她解释 她因此真正完全地从她的罪孽中得赦了 除非我们相信耶稣借她的洗礼 涨嫁了我们的罪孽 否则我们谁也不能做到无罪 因为我们大家每天都犯罪 遵守神赐给我们的安息欲 真正的意思是说 我们应该遵守神赐给我们罪孽得赦的真理 事实上,身在第七天安息 意味着神已经赐给我们完美的拯救 我们领受罪孽得赦 并不是靠狂热地做悔改的祈祷 毕竟,我们做悔改的祈祷吗? 我们进食和祈祷吗? 我们有人反对拜神道教而入狱吗? 不,我们不做这些事情 而只信神的道 然而我们仍然领受罪孽得赦 因为神借着死和圣灵的福音 托磨了我们的罪孽 我们现在因信无罪了 只因为我们发现和信仰了完美的福音 神托磨我们所有罪孽的福音 所以我们无罪 如果我们只信仰 无法保证神确实根除了我们所有罪孽的半福音 有这种信仰必定发生改变 无论我们多么热情信神 无论我们多么努力信神 创世纪第一章解释了神对我们总体的计划 第二章解释神为人力得救所做的事情 之后神进一步详细地解释什么是他的教会 撒旦柔和使人堕落 神柔和计划根除我们所有的罪孽 我们应该柔和信神 所以不理解创世纪第一章 我们不能理解该书的其他部分 相反 如果我们保证能够严格地理解第一章 那么我们也能理解和信仰第二章和第三章 创世纪前三章可以被视为整部圣经的总栏头 在他创世的第一天 神讲述他的罪孽得赦 在第二天讲述手灵的见识 第三天我们人在肉体里 大能结出义的果子 第四天讲述如何做神的仆人 第五天关于因性得生 第六天神告诉我们他根治自己的模样造人 神在这天造人 他很高兴地创造了他的教会 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所有拯救的工作 第七天神说他安息 因为他照着自己的意图完成了所有的工作 由于神完成了创造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 他根治自己的意图完成所有的工作 然后赐给我们和平 所以神对我们说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 实际上 如果你们迄今一直努力学习 则你们已经学习了全部的圣经 上神学院学不到这个真理 没有真正重生的人不能理解神的道 所以既是神学的教书当中 实际上也没有人全数这个真理 所以没有Jesse和圣灵福音重生的人 不会受到任何人的爱戴 即使他们遇到伟大的神学家 无论这些人做神学的教书时间有多久 他们完全一无所知 如果我们请他们打开圣经讲道 他们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人们不能借着真理之道 领受罪孽得赦 他们便努力研究神学 学习神的道 但圣经不能通过世俗的努力而学会 虽然基督教书籍很多 但没有哪一本确切的解释真福音 所以虽然使都学者努力研究 又写了很多的作品 他们的结论只是人力的说教 称赞我们过和善的生活 做悔改的祈祷和接受圣灵 因此今天基督徒的人数不可避免的开始急剧下降 在欧洲基督教已经繁荣数百年 但在短时间里衰败毫无希望 在世界上主要的基督教国家之一 英国 据说经常上教会的基督徒现在占总人口不足百分之五 类似的现象或多或少发生在其他所有基督教的国家 这些国家在大约一个世纪前后 整个人口都信仰耶稣基督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韩国 有一段时间基督徒的人数顺速的膨胀 就像着了火似的 但现在逐年下降 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基督徒信仰了 却不知道真理 如果他们信仰祀和圣灵的福音 基督徒就不会下降的这么厉害 尽管如此 全世界远入的基督徒正在阅读我们的收集 他们从阅读收集的过程中 惊奇的发现了真理 认识死和圣灵的福音 恢复了他们的真信仰 《创世纪》这本书向我们写明了神的拯救计划 神赐给我们安息欲不无理由 祂要告诉我们拯救的真理 祂已经借着死和圣灵的福音 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纪念 神借死和圣灵的福音 抖抹我们纪念的拯救真理 什么时候在哪里被遗忘了呢 当那些人为教义和教条 出于人类自己肉体的思想和知识 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 从而遮蔽了神道的真理时 真福音便消失了 因此那些因为自己心里的罪念 迄今还没有真实在耶稣基督里面品尝到安息的人 必须改变他们罪恶的道路 尽快信仰真理之道 只有当他们信仰神的道 而不是傲慢自大的考虑自己的优点 骄傲自满 他们就能在心里找到真正的安息 毕生保持着安息 神赐给我们安息欲 在这一天真正赐福我们 使任何人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他的道 达到真正的拯救 信守安息欲 我们必是做这样的人 用真性呀 守安息欲